日级坠毁造成了两死意外 18岁的日级学员为了一元梦想 来台体验轻航机课程 没想到才刚起飞 就在距离飞行中心约300公尺处 发生了坠机的意外 与同在机上的54岁教练当场身亡 如今恐怖的坠机画面曝光 而退休的空关就研判 可能是升空转弯时空间迷向 产生了错觉造成误判 鲨鱼侵航机风光起飞 左转爬升 但就在下一个瞬间 失事画面曝光 清楚看见飞机侧翻后 直接往下坠 目击民众不敢相信 眼前景象尖叫连连 坠毁的侵航机当场爆炸起火 跌跌跌 侵航机坠毁造成机上教练及18岁日级乘客 逃生不及当场死亡 退役的空军飞官说 很有可能是飞行转弯过程 造成半规管空间迷失 错觉误判 目前运安会则锁定天后机械 任为操作三大面向来调查 当天18岁日级乘客 为了议员梦想 参加飞行俱乐部 预约20分钟8000元的体验课程 命丧皇权 如今出事的顺丰飞行俱乐部 更被起底 停机坪及机棚为鉴 随着坠机画面曝光 也加速还原失事的真正原因 记得全社委韩志行 无彭心 彰化报导